iPhone终于可以不用解锁 直接打开健康码了 哈喽我是温夏 大家都顺及iOS16了吗 换然一新的锁屏界面除了更好看 也增加了更多使用的功能哦 今天教大家简单设置 就可以在锁屏界面秒开健康码 付款码扫一扫 还有这种可爱的动态锁屏 到底是怎么设置的呢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1.锁屏秒开健康码扫一扫 进入锁屏启动APP 点击小组件1 点击启动项 选择健康码 下滑找到自己所在地的健康码程序 可以在这里自定义图标的样式哦 选择完后点击保存 再点击第二个小组件 选择最初欢迎合集 里面有扫一扫 乘车码等等许多功能哦 我在这里选择扫一扫 再选择自己喜欢的图标 点击保存 后面的小组件需要付费开通 咱们就先不用了 可以任意设置自己习惯的常用功能 设置完后锁屏再点亮 长按进入锁屏编辑页面 点击下方的自定按钮 点击添加小组件 下滑找到锁屏启动 选择刚刚设置好的小组件 退出再点击完成 这样就设置好了 如果想要更改小组件的颜色 可以点击上方的时间 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 最后点击完成就搞定了 二动态小组件 这样的动态锁屏你见过吗 还可以和闺蜜情侣一起互动哦 除此之外 还有星座 纪念日 步数等等有意思的小功能 打开TopWidget 找到锁屏 选择自己喜欢的小组件功能 选好后 点击下方保存到我的锁屏组件 进入锁屏编辑页面 点击添加小组件 下滑找到TopWidget 在弹出的界面中 选择圆形或者矩形小组件 再点击上方的对应形状 选择自己设置好的功能即可 除了时间的下方 上方的日期这里 也可以加上可爱的小组件哦 没想到吧 同样在TopWidget 锁屏页下滑到底部 找到调形组件 点击编辑自定义内容 这里可以加上你喜欢的任意文本 或者表情符号 苗夏在这里整理了一堆可爱的图案 有喜欢的可以在评论区回应对应编号哦 如果觉得这几个小组件的位置 还不够你发挥 那可以在TopWidget里面选择X面板 轻松容纳你的所有创意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这些内容对你有用的话 记得点赞收藏哦 主页还有更多使用的数码小技巧 不想错过更新 记得点点关注 我是苗夏 下期再见 拜拜